好AVLOG 第二個月報來囉 大家好是好A 那想不到 上次做了第一個月的這個月報之後呢 現在時間過了非常快 第二個月報來了 非常感謝就是 有一些老觀眾的一些支持 一直看到現在 雖然是說這個基數非常小 非常小 不過呢 還是就是 當作我一個我的一個祭祀吧 就是非常感謝大家 不離不棄 我也不知道會什麼時候中止 也不知道這個 對這個相機 對這個手機講話 具體會到什麼時候 因為呢就是大家知道 我從 1月25號開始之後呢 我有談論到我的這個 經濟狀況 我有談論到我的這個收入的狀況 有說這個 個人能力不足吧 就是也沒有賺到錢 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是 可能我運氣好一點 找到那個新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這時候可能就會比較少一點 就可能沒有辦法抓日更啦 就可能沒辦法天天就是 嘻嘻哈哈的跟大家說話 對吧 農言最智 講完了哦 這個月跟上個月的一個區別呢 我個人認為還是蠻大 首先要在這邊跟這個 上一個月的我自己啊 說一聲抱歉 對不起 記得我 我剛剛又稍微看了一下我第一 就是上一篇的這個影片 我的內容哦 那時候我是說我 我不會用台灣人這個字也 但是呢就是 呃 啪啪 確實我打臉了啊 我最後還是使用了 使用的這個效果來說的話呢 就是在 就是在海外 油管的這個頻道的話呢 可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你如果是說在我現在生活的這個地方 國內的這些頻道呢 如果是使用到台灣人的這個字眼的 就是地獄的這個標籤的話呢 可能會比較容易引起一些關注 我說過我其實是非常不願意代表所有的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思維 我去代表他 我可能會覺得去就是明白了 明白他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很不好意思 我現在呢想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呢 呃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雖然是說我在國內 用這個字代表啦 對吧 但是呢我盡可能的不要去做一些比較偏頗一點的語言 不要去罵人等等的 雖然是說有一些時候我可能就是 忍不住 用此之外呢 我雖然是用了 對不對 但是我想了就是說 後續 就是我未來的在國內的這個 我的影片有收益的部分的話呢 我會提出我收益的一部分 然後用在國內的這個那個 愛心公益上面 好 那這個的部分的話等一下會接著說 第二個月的時候呢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目前我了解到 就是國內的自媒體的一些平台吧 那在海外的話呢就是油管 大家應該知道啊 在國內的話呢比較大一點呢 就是我了解的是字節跳動底下的西瓜視頻 金字頭條還有抖音就是他們三個是聯動的 還有呢就是新郎微博 第三個呢就是Bilibili 那第四個的話是那個百度的這個集團的百家號 第五的話呢是阿里集團的一個大餘號 大餘號好像還有企鹅號吧 是不是 距離第一個月這個月報呢 一個比較大一點區別就是說 我上個月有在優酷視頻裡面有更新 還有在騰訊視頻裡面有更新 然後後來我就沒有再更新了 因為他除了是他沒有跟你 他就是他不會跟你說你這個影片有多少人看 然後呢又一堆審核就是丟上去 因為其他平台過啦 你這個不過 就是我 就想說反正也沒人看 那平台不扶持的話呢 那我就暫時我就先不更新了 我就把 就節省一些時間去做別的事情 百家號跟大餘號這部分的話 我現在還在做了解的一個動作 但是他的那個流量的曝光 我看了喔 有一些就是自媒體的自媒體人 他們可能就是和各個平台 他們都會去涉及 那我看了一些台灣的就是台灣人 做自媒體他們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可能在字節跳動旗下的 他的這個金字頭條呢 他就是他們流量比較高 訂閱比較多 看的人也比較多 那在什麼百家號或者是大餘號 相對來說就比較少 所以目前我還在看 在考慮要不要申請 要不要加入 好 那今天廢話就有點說太多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數據吧 那現在看到這個就是一樣 跟上個月的順序是一樣的 這是Studio 就是那個油管的 目前訂閱數是206 觀看次數是1.5萬 就是在這28天之內的這個數據 現在看到就是西瓜創作平台 這個是那個字節跳動的 字節跳動就是西瓜視頻 金字頭條還有抖音 這上面這三個 這近30天 他只能看30天 30天的這個播放量的話 是44011 那播放時場的話是2307.2 目前的這個粉絲量的話 就是訂閱量的話 好像是189 下一個就是微博 微博的話訂閱數的話是沒有變的 我就是發了一個月的影片 訂閱數是沒變 然後總視頻播放數還降了 它還降了 上個月的數據是10600多 那這個月的話是4010 掉了六成吧 不跟生意一樣嗎 掉了六成 好那接下來看到這是Bilibili的創作中心 上個月沒給大家看 沒點進來 這個月找到了 它這個數據中心這裡面有近30天的 那就是播放量 比上期增加了吧 反正這次的這個月 三月份的播放量的話是1969 然後粉絲增長的8 那粉絲具體增長 現在目前就是剛剛還有一個訂閱我 現在是14個人訂閱我 剛剛大家看到了這個 就是那個電腦版的這個 頁面的一個給大家看的這個數據 以後的話也會跟現在一樣簡單講解 過去就過去了 不會讓大家看太久 因為呢就是在國內的這個 這個自媒體的這個系統呢 他們會檢測 就是說如果露人臉的話呢 它給推薦人會比較多一點 喜歡 或者是說對我這些數據比較有興趣的這些朋友呢 你們可以就是 看到覺得有興趣的地方 你們可以暫停 稍微看你一下就是 好耶這個人在做這個自媒體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或者是往後的這些影片呢 他的成長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如果是真的覺得這個有興趣 然後又想要再從上面得到這個收益 你可能 你可以思考一下 那這個是我的一個紀錄啊 好 廢話不多說講一下 那個油管 3月份的觀看是15000次 206個訂閱 微博觀看是401010次 訂閱126 西瓜視頻觀看是44,011次 189訂閱 bilibili觀看是1969次 14個訂閱 那總累積觀看呢是64,990次 總增加的訂閱 總增加的訂閱呢是384位 總增加的新增訂閱呢是384位 最後呢跟大家說 就這個四個這個平台裡面的 營利的目標 目前油管的部分的話的標準呢 還差了794個訂閱 觀看時常呢還需要2782小時 微博呢已经在2022年的3月1号的时候通过盈利计划啦 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3月来的 所以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说到 那西瓜饰品我是在3月份大概3月20号前后 然后通过那个中饰品伙伴计划 那通过了之后呢 就是这3月的大概10天8天左右 我的获利呢是55.24元人民币 B站的部分的话需要成长到 就是电磁力需要成长到等级3 那目前的分数是122要到200才有所谓的一个创作的激励 好那这期影片的话的讲解概况就说到这边 我是好耶 那你如果是对我这个人 或者是说我的影片或者我自媒体相关内容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订阅我 这样你明天才能看到我的更新 那你觉得这个影片说的还可以 废话也比较少一点的话 你可以表示一下帮助我 好那我是好耶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